今天我們去另一個地點拍櫻花 就是石門 上午去東涌拍攝很多人 這邊超多人 我們可以去另一個選擇人 就是去石門 去石門 在石門站石門出口 出閘後 先記住方向 方向是向著城門河 那幾棵櫻花在城門河 我不特意給地圖 因為其實很近 這裡看著出外面 後面的幾棟建築 已經在河邊 我們慢慢走過去 我們跟著安慰街 一直走過去 一出石門 一直不理那麼多 向著城門河方向 前面的 有個 屁股建築 對 不知什麼 很遠呢 向那邊先出去 去河邊先 再算了 再找 現在我們在街到尾 這個是香熱局的大樓 我們過對面 對面原來是賓景花園 在賓景花園 我們找個位置 就穿出去 城門河 我記得那些櫻花 就在大概這邊這個位置 我們走到過去 看看找個位置 穿出去 應該好像在那邊 那邊有個位置 下方有個位置 穿出去 我們過了馬路 走過了 這裡有一間 小河 對 還有這邊 左邊賓景花園 中間就有個位 穿出去的城門河 我們來對面 城門河 對面馬場 我們向馬安山的方向 應該在前一點 好了 我們到了 那就 在正沙田馬場的對面 那這裡大概有 六七棵 那是不夠東沖的 多的 那 要 安景街公園 在這個位置 OK 很多 那這邊有些不同 它就是可以走到很近拍的 OK 那可以慢慢拍 但一定要很小心 這裡因為有一單車景 就車來車往的 OK 所以 拍攝 拍攝 小心 安全 好了 那就 開始入坡了 差不多了 光度也不夠 對 那天的偏感 都不夠 太暗了 現在 過天 我們叫 未開 即是不夠光 拍出來 效果其實都 一般的漂亮 而且背景不夠藍 差一點 我們剛才看完櫻花 那就順便去看 呃 獸球花 那對面是石門站 那我 石門站過來 對面就是石門商場這個位 向河邊走 走下去 那你看到一些報道 就 說有些獸球花 那順便來看 應該 他說在河邊 就很近的 先等一等 先 我看到了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這個位置 這樣有一堆獸球 啊 都OK 漂亮的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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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 我們可以在這裏拍照 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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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以石門秀球花 這個位置總結 今天在櫻花 是很容易 走到過去 很漂亮的 高低位都有 不難 要拍就 沒有難度 對 還可以走到航寬 看看 不用特地帶長鏡 除非你想打 雀 或者打 那些蜜蜂 就要帶長鏡 否則普通都OK 手機都可以 因為它低的位置 低的位置 低的位置可以 好先 不好 拍不到藍一點 是差一點 是的 現在跟著過來 還未開完 還可以 下星期來 應該還有 是的 收球花 差一點 都開始 借了 有少少借了 是的 要快來 如果是的話 都OK 很漂亮 一片 不是很大的位置 OK 推介給大家 石門附近兩個景 那就 OK 都小星級的美景 一星級的難度 好 給個讚 訂閱我們 拜拜 下個禮拜見